爱情是一种深刻且复杂的情感,每个人表达爱情的方式都可能因个性、文化价值观等因素而有所不同,然而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行动,这两种方式都是爱情的重要表达形式,且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。 首先语言是一种直接且明确的爱情表达方式,通过言语人们能够清楚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情感与想法,无论是说出我爱你这样简单而有力的句子,还是通过更多的交流来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。 语言让爱情变得具体和真实,语言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即便是远距离恋爱通过电话讯息或信件,恋人们仍然能够保持情感的联系。 此外语言提供了一个更细腻,深入探讨彼此感受的途径,通过讨论和交流,情侣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需求恐惧与梦想,从而促进彼此关系的发展。 然而语言也有其局限性,爱情不仅仅是说出来的它更需要行动来证明,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,行动胜于言语,爱情中行动是一种更加真实的表现形式,因为行动无法虚假,它往往更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。 通过行动人们可以展示,他们对彼此的承诺和关怀,例如当一个人在困难时期陪伴对方,这样的行动比千言万语都能更好地传达爱意。 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如照顾对方的饮食起居,在对方需要时给予支持,这些都是爱情中无声而有力的表现。 行动还能够表达出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情感,许多人可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某人的深爱,但他们的行为往往能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情感。 无论是一次温暖的拥抱一次关怀的眼神,还是一顿精心准备的晚餐,这些行动往往比单纯的言语更具情感深度,他们是无声的但却充满了爱的力量。 虽然行动非常重要,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的作用可以被忽视。 有些时候没有言语的爱情,表达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确定,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如果一个人从未用语言表达过爱,对方可能会开始怀疑这段关系的真实性或稳定性,爱情不仅需要被感觉到,还需要被确认而语言正是一种确认的方式。 言语的表达可以给予对方安全感,让对方清楚知道自己在这,段关系中的重要性和位置。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和行动并非彼此对立,而是相辅相成的。 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中,语言与行动应该互相补充,语言可以提供情感上的确认,让对方明白自己被爱。 而行动则是这些言语的具体化,将爱情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现实的体验。 例如当一个人说我爱你时,这句话可以立即让对方感到被爱,但随后的行动,如照顾支持与陪伴,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感觉。 最后爱情是一种互动性的情感表达,每个人对爱的需求和理解都不相同,因此也需要根据对方的需求来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。 有些人更需要听到爱的言语,而有些人则更看重行动所传达的情感,在恋爱中理解对方的需求并适时地用语言和行动去表达爱,是维持关系健康与长久的关键。 总结来说,爱情应该通过与言和行动这两种方式来表达,因为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重要性,语言提供了直接的情感交流,而行动则将这些情感转化为具体的行为。 只有将语言与行动结合起来,才能使爱情表达更为完整和深刻,从而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一段稳固且持久的关系。 在爱情的世界里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,最重要的是让对方感受到真心的关怀与爱意,这才是爱情的本质。